你有沒有拍攝過一些解釋不到的現象呢? 來到最後一集 我會為大家介紹最後五張經典靈異照片背後的故事 而在影片的最後 我還會介紹幾張香港及泰國的靈異照片 教堂牧師 又是一張在教堂裡拍攝到的靈異照片 拍攝地點是位於英國利物浦的薩夫頓教堂 攝影師在1999年9月拍攝到這張照片 當時現場只有他一個人 照片中的人影因為全身黑色 所以被認為是一位牧師的幽靈 通靈攝影師 William H. Mumbler 是一位美國靈異照片攝影師 他被認為是第一位拍攝到靈體的攝影師 他聲稱他拍攝的照片中 會出現被拍攝已經離世的親人 在1860年代 他利用大量在美國內戰中 失去親人的客戶而明鎮一時 之後他被控欺詐以及盜竊罪 但是最後無罪釋放 繼續他的攝影事業 但是以現今技術來看 他所謂的靈異照片十分假 很明顯是偽造的 馬尼拉少女 馬尼拉少女 這張照片是比較近代的靈異照片 拍攝於菲律賓馬尼拉 照片中的右邊有一個半透明人影 用手握著少女的手臂 由於照片是由數碼相機拍攝 所以不是由雙重曝光技術所偽造 據悉 照片是由Nokia 7250手機所拍攝 這款型號的手機於2003年出產 所以依我推斷 照片是在2003年或之後所拍攝 但是經我在網上調查 一個網站聲稱在2000年12月31日 就已經發布了這張照片 比起手機出產的年份早了三年 究竟是照片本身的描述有錯 還是網站的發布日期有錯呢? 這張照片還存在第二個疑點 我發現一款名為Ghost Cam的手機APP 裡面有一張預設的幽靈照片 和照片中的靈體十分相似 所以有人懷疑少女靈異照片 是用這個手機應用程式偽造的 但是這個手機APP 大約在2006年才面世 所以在時間點上 應該是先有少女靈異照片 才有這個手機APP的 結論是少女靈異照片 不是利用手機APP所做 相反是手機APP用了這張靈異照片中的幽靈 作為預設圖片 你又認不認同這個說法呢? 在1900年代初期 肺結核病肆虐 美國肯德基州 Waverley Hills 療養院 就是專門收容肺結核病人的院舍 當年肺結核是不治之症 有無數病人在療養院內病逝 直至之後抗生素的發明 這類院舍的需求日漸色微 療養院亦於1961年正式關閉 2006年有人在荒廢的療養院裡 拍到這張照片 上片中的女性身影 被認為是以前在這裡工作的護士Mary Lee 傳說因為當年一位醫生令她懷孕 幾天之後她的遺體 就在療養院的502室裡被發現 鐵路幽靈 位於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維拉曼路 和謝恩路交界有一條著名的猛鬼鐵路 這張照片就是在鐵路交界處拍攝 傳說在1938年12月2日 一架校車因為故障而停在鐵路上 這個時候火車剛剛駛過 火車猛烈撞向校車 校車斷成兩折 校車上的學童全部遇難 之後每逢有汽車在鐵路上故障 都會有一股無形的力量 將汽車推到安全的地方 消息傳開之後 有居民將嬰兒爽身粉殺在車尾 之後刻意將車停在鐵路上 結果汽車被無形的力量推到鐵路外 而車尾竟然留下很多小童的長人 居民是因為當日遇難學童的亡靈 不想其他人重度覆設 所以每次有車因為故障而停在鐵路上 他們都會將車退害 避免意外發生 但是事實上根據紀錄 這裡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交通意外 可能是有人將一宗發生在1938年 猶他州嚴湖城的火車撞校車意外 與上述地點混淆 如果你的朋友一直跟著你 你會怎樣做呢? 這張照片裡的兩個青年人相信 在他們中間的半透明身影 就是他們死於車禍的朋友 喪禮白影 一班人在一個喪禮結束之後 拍了一張合照 看來有一個不速之客 路上出現在合照之中 有一個蒼白的身影 坐在棺木上 很明顯他不是一般人 隧道意外 一眾發生在香港大南隧道的車禍 當時所有傷者都已經被送到醫院 但是這張照片拍到 在嚴重損毀的車上面 有一個疑似是人面的下半部分 第三者 2013年3月 一個泰國的喜劇演員 在他的Instagram發布了一張 他和朋友的合照 出乎意料地 這張照片成為了靈異照片 從後面的玻璃倒影可以看到 除了他的朋友搭著他的肩膀外 在他的身邊還有第三個人 公路快上 1993年12月11日 已經停刊的香港報章天天日報 以大蝙蝠刊登了一張青山公路的超速照片 在照片的右下方 有一個橙紅色的光環 包覆著一個女性人影 當時報道震驚全港 30萬份報章 在幾個小時內迅速授清 報反甚至將這版報章影印出售 逃離 有傳當年天天日報花費了10萬港幣 得到這張警察交通報的照 也有傳聞說 相中的女性人影 懷疑是上述地點5天前 車禍中離世的死者 而警方也沒有出來澄清 令事件更加樸縮迷離 如果你想收看更多奇聞趣事和鬼異影片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老波士 下次再見 注意到這幫助 單位 找對面 約 因應 的